他们离开 去哪里? 地球 电影《普罗米修斯》描述科学家到外太空寻找人类创造者 却意外发现创造者竟想摧毁人类 到底外星人与地球人间有没有关联 最近网路上曝光的这支影片或许有答案 大大的头颅瘦小身躯 这段据称是1964年在美国五十一区拍摄的外星人访问影片在网路疯传 画面中的外星人不只会讲英文 还说自己其实就是地球人的后代 搞了半天外星人竟然是穿越时空来到祖先的家乡 但他又进一步爆料地球将有大事发生 特地从未来传递讯息 外星人爆料地球将爆发核武战争 而他就是少数倖存者中演化的物种 虽然影片拍的煞有其事 却遭网友踢爆其实 都怪 在世界上都可以证明 这部影片来自一个人 叫Astarmus 我不能词他名字正确 虽然影片是假的 但内容传达反核武反战理念 还是令人玩味 而网络另一段影片则是飞碟坠毁森林 目睹民众还拍下外星人出没 不过有了前车之鉴 影片真实性应该不高 只能说外星世界太神秘 不论真假总能引起讨论 国中心综合报道